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容易计划的社工智姑娘 相信随着考试越来越近 考生难免都觉得很紧张 所以今集我会将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减码的小贴士 以下来是减码五部曲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第一个就是找到压力来源 然后才可以对证下药 究竟自己的压力是来自父母的期望 自己过去的目标 还是与他人的比较呢 例如如果是来自父母的期望 就需要和父母坦诚的沟通 表达回感受 第二就是定立合理的目标 过高的期望 往往是会导致压力的产生 所以考生应该透过来 平日的表现和效力的成绩 适当地评估自己的能力 然后才可以定立合适的目标 第三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不少研究都显示 充足的睡眠 可以增强记忆力 和舒缓紧张的情绪 从而大大增强压疾的效果 所以我们都建议考生要作息定治 千万没温到太晚 甚至温通宵 这样很容易令到身体过分的疲劳 反而会影响你们温习的效能 第四是有适量的减压放松 温习之余 考生都不妨抽时间去进行一些减压的活动 好像做个运动啊 听一下音乐那样 都可以帮助你们松弛神经 需要有压力的 最后就是要主动和人分享 或者尋求协助 考生如果持续觉得很有压力 或者情绪有困扰的话 就建议你们主动去找家人 朋友 老师 去分享回来的困难 又或者可以去找专业的协助 以免问题继续恶化下去 如果有需要的话 考生可以打来我们的DSC专线 27771112 跟我们的专业社工聊聊 那好了 今集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